大规模施打疫苗持续进行 台北市宣布8号起开放 68岁以上长者预约 预计11日到13日可以进行施打 市长克文哲说将是登记接种状况 看是否要继续开放年龄往下降 至于不会使用网络预约的民众 仍然可以致电到附近区公所预约 一样不限户籍在北市 7月8号7月5号下降到68岁 7月8号7月9号下降到68岁 接种的时间是7月11号到7月13号 反正我们到7月8号7月9号看这个登记的状况 如果这个预约还有剩下的名额 我们会考虑年龄再往下降 不过这是动态的你知道 反正我们这次就先到68岁 到时候看登陆的状况再处理 那还是一样的 拜托大家尽量预约 网络预约 因为还要再打电话很麻烦 但是这样 如果真的实在是不想上网预约 当然我们还是有补救办法 所以68岁以上 电话预约是 7月12号跟7月13号 早上9点到下午5点 12个区公所打电话去 那我们在7月15号 我也指定你到台北市的12家医院去打 所以第5跟第6合在一起 也就是说 68岁以上的 如果你在这两波里面 都没有上网去预约的话 那就请你7月12号跟13号 两天打电话到我们的区公所 这边都列出所有区公所的电话 那打电话去呢 只要把你的资料 这个登记一下 你登记的同时 我们的同仁就会告诉你 7月15号到哪一家医院去接种疫苗 新的预约系统已有取消机制 在预约截止前都可以取消 方便医疗诊所提前预备 至于和中央制作的预约系统比较 柯文哲也说 北市的预约系统运作相当好 但疫苗是中央管制 届时疫苗在人家手中 台北市的系统大概也没办法运作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3日前都还行 中央制作的预约系统 中央制作的预约系统